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本书叫做《富爸爸,穷爸爸》,作者是罗伯特·清奇。 这本书的主题既有争议又直接了道,它讲的就是拥有什么样的财富理念能够让你成为一名富人。 有人可能觉得讲如何成为富人的书太庸俗了,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才是正道。 但是如果你听完了罗伯特·清奇的故事,也许就不这么想了。 故事还得从本书的书名说起,罗伯特确实有两个爸爸,一个穷,一个富。 其中的穷爸爸是他的亲生父亲,千万不要被穷爸爸这个称呼迷惑了。 这个爸爸可不是什么穷人,他有博士学位,拿过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任职夏威夷州教育部,绝对是属于高学历收入不菲的美国中产阶级。 那么为什么叫他穷爸爸呢? 因为他几度破产,最后没有留下一分钱的遗产,只留下了一堆的账单。 对于这个结局,你可能会想,怎么可能呢? 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人士,而且是公务员, 怎么可能会成为穷光蛋,还背了一屁股的债呢? 其实啊,这种情况在消费和信贷发达,税富又较高的国家并不少见, 稍有不慎就会负债破产。 所以美国的中产阶级听到这里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说的不就是我自己吗? 那故事讲到这儿啊,还只说了一半。 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富爸爸。 他是罗伯特好朋友迈克的爸爸,是罗伯特的人生导师, 给了罗伯特许多别居一格的理财教育。 这个富爸爸也不是出身什么富裕家庭, 实际上呢,他可能是来自社会底层, 初中没有毕业,很早就自己打工,慢慢有了点事业, 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 那么,为什么把他叫做富爸爸呢? 因为啊,他最后身价故义, 成为了夏威夷的富豪和慈善家。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两位爸爸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大致处于一条线, 都是新兴的中产阶级, 但是后来的结局就很悬殊了, 这对于罗伯特的触动很大。 先生父亲在他眼里是一位聪明、勤奋又踏实的人, 破产和贫穷的结局让他完全不能接受。 听到这里, 相信你再也不会觉得成为富人是一件庸俗的事情了吧。 罗伯特发现, 富爸爸和穷爸爸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财富观念和人生道路, 他没有按照穷爸爸给他规划的路线走下去, 也就是上个好大学, 找个待遇好的公司, 然后努力工作一辈子。 这样的人生跟穷爸爸有什么区别啊? 自己难道也要一直为钱发愁, 贫穷一辈子吗? 于是, 罗伯特决心听从富爸爸的教导, 跟随他的脚步。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罗伯特在47岁的时候达到自己设定的财务自由, 一边做自己喜欢的投资, 一边和妻子环游世界。 罗伯特觉得, 既然富爸爸能把自己教导成百万富翁, 自己呢, 一样也可以把别人教导成百万富翁。 于是, 就有了我今天要说的这本书, 富爸爸, 穷爸爸。 本书一出版, 就切中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痛点, 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穷爸爸一样, 拼命工作, 却没有成为富人, 最后还被债务击垮。 于是, 这本书火了, 他连续六年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 后来呢, 富爸爸穷爸爸出了一系列续集, 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和罗伯特清奇合作写了一本《富爸爸点石成金》。 到今天呢, 富爸爸穷爸爸系列累计卖出了近三千万册, 说这本书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 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 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大概有25万字, 进化内容呢, 是富爸爸的财富理念。 为了让你能够更好地体会本书的理念, 我将结合富爸爸系列的其他书分为两部分为你解读。 第一部分, 富爸爸和穷爸爸的财富理念有什么不同? 通过这个对比, 你会看到理念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富人。 那第二部分呢, 富爸爸交给罗伯特的四堂财富课, 这四堂课传达的财富理念看似不合常理, 但是实际上却饱含智慧。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部分内容, 穷爸爸和富爸爸的财富理念到底有哪些不同? 当遇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穷爸爸总是说, 我可付不起,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富爸爸却禁止罗伯特这么想, 而是鼓励他思考, 我要怎么赚钱才能够买得起。 穷爸爸肯定地告诉你, 我买不起, 没这个能力, 可以死心了。 但富爸爸却告诉你, 你可以买得起, 就是你得想一想, 怎么样才能够买得起。 你看, 这就是第一个不同, 面对金钱问题, 穷爸爸的理念是逃避, 带来的恶果是, 他没有致富的动机, 没有动机, 和谈行动啊。 所以, 穷爸爸哪里有机会成为富人呢? 而富爸爸的理念却是积极争取, 把每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每一次思考都促使他行动, 想不成为富人, 那都很难。 这就像是一个人下了班, 习惯性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看电视, 从来就不去锻炼身体。 而另外一个人呢, 只要有时间就去健身房锻炼, 两个人的身体素质一定会截然不同, 积极的体育锻炼可以带来健康, 同样积极的财富观念可以带来金钱。 当涉及到理财投资的问题, 穷爸爸会不停地提醒罗伯特, 小心, 小心, 不要冒险。 而富爸爸却告诉罗伯特, 要懂得控制风险。 这又是两位爸爸的一个不同, 穷爸爸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理念, 保守, 害怕任何的损失, 害怕失败。 而富爸爸有冒险的精神, 风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害怕风险不敢尝试, 那就像害怕淋雨而不出门。 行动固然有风险, 但是财富之路上, 最大的风险却恰恰是不行动。 富爸爸在罗伯特面前经常赞扬德克萨斯人, 丝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欣赏, 因为德克萨斯人对失败的态度让富爸爸佩服。 德克萨斯人活得非常大气, 如果成功了, 他们会很骄傲, 会自豪, 如果破产了, 他们也会觉得没什么, 还能够照样吹牛虎砍。 他们从不掩饰失败, 而是越挫越勇, 把失败转化成动力。 没有不失误的奥运冠军, 也没有不为爱情掉眼泪的女人, 更没有从不亏钱的富人。 所以, 富爸爸告诉罗伯特, 不要害怕失败, 失败会击垮懦夫, 也会激励勇敢的人, 这是成功者的最大的秘密。 穷爸爸希望罗伯特努力存钱, 而富爸爸却希望罗伯特不断地投资, 没有哪位富豪是靠存钱发家的, 钱放在手上只会贬值, 你指望他能够自己生出钱来, 那是做梦。 如果把钱拿去投资, 你投入的每一块钱就是你的员工, 你还不用支付任何的工资, 他们每天24小时都不停地为你工作, 为你赚钱。 这是两位爸爸的第三点不同, 穷爸爸把钱看作积蓄, 富爸爸把钱看作创造财富的资本。 富爸爸的理念其实就是资本家精神, 钱啊,如果不能转化为资本, 那么你永远都是无产者。 穷爸爸身上集中体现了中产阶级财富理念最不好的一面, 保守, 消极, 缺乏资本家精神, 这些观念让他陷入负债和破产, 而富爸爸正好相反, 积极, 冒险, 具有资本家精神, 只有这样的中产阶级才能最后成为富人。 下面呢, 我们来说说第二部分内容, 富爸爸给罗伯特的四堂理财课, 第一堂课, 别为钱工作。 富爸爸讲了一个故事, 一只老鼠掉进了一张圆形的笼子, 老鼠呢, 为了跑出笼子, 于是跑啊跑, 看起来非常努力, 但是永远在原地打转。 许多人为钱工作, 不正向这只老鼠吗? 表面上很辛苦,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钱。 为什么呢? 因为鼠目寸光, 如果只盯着眼前的一份工资, 就想不到工作还有更深一层的价值。 什么价值呢? 富爸爸告诉罗伯特, 面对一份工作, 首先要考虑的是, 这份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 比如说, 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在事业的初期也会去给别人打工, 在老板的眼中, 他们勤快卖力, 又不太计较薪资待遇, 同事们可能会嘲笑他们, 就这一点工资不用这么拼命吧。 但是, 他们不会理睬这些闲艳岁语, 难道他们缺心眼不会替自己打算吗? 当然不是, 有一句俗语叫做, 燕雀烟枝, 红湖之至。 平庸的同事认为工作的价值就是拿到工资, 但是在未来的企业家看来, 工作的价值是让他们有机会提升能力, 积累资源和人脉, 与这些价值比起来, 工资多二百少二百, 根本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除了未兼工作, 还有些人选择工作的时候只考虑到体面的身份。 罗伯特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呢, 他在新加坡授书的时候接受记者采访, 有一位女记者就问他, 说, 我是文学硕士, 写的文章朋友们都说好, 可是我现在经济状况很窘迫, 想通过写作赚钱,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你这样的畅销书作家呢? 罗伯特想了一会儿, 建议这位记者去参加销售培训课程, 没知道, 这个提议让女记者非常的生气, 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女记者认为, 自己这样的高学历人士要去学习销售, 销售可不是她该做的事。 罗伯特感到很冤枉, 她建议女记者学销售是因为看出了她的问题所在, 她有高学历, 有写作技巧, 可是不会推销自己。 畅销书作家这个头衔在最前面可是畅销两个字, 写作水平在高卖不出去, 又怎么能够畅销呢? 罗伯特不是真的要这位女记者去做销售员赚钱, 而是希望她学到销售技巧, 把自己和小说包装起来, 推销出去。 你看, 女记者首先考虑的是销售工作不够体面, 而罗伯特的重点是学习销售可以提高她急需的能力。 找工作的时候, 首先考虑工作是否体面, 薪水够不够多, 福利好不好, 够不够稳定, 有没有保障等等, 这些呢都是标准的穷人思维。 用穷人的思维去考虑问题, 为钱工作, 你得到的只能是眼前芝麻大小的利益, 而把工作看作是一个阶梯, 从中去积累能力, 人脉, 资源, 发现失业空间, 才能够走上财富自由之路。 那富爸爸给罗伯特的第二堂课是, 分辨资产和负债。 在这之前呢, 你必须得弄懂一个词, 现金流。 什么是现金流呢? 它是现金的流动方向, 通俗的说呀, 钱是留进你的口袋, 还是从你的口袋当中流出去了。 如果每段时间有一笔钱留进你的口袋, 那你就拥有一笔正的现金流, 反之, 你就背负一笔负的现金流。 所谓资产, 就是能够带给你正向现金流的东西。 比如说, 你购买了不动产, 每个月带给你租金, 再比如说, 你入股了某项生意, 每年都会有分红。 那所谓负债呢, 就是带给你负向的现金流的东西。 比如说, 你购买了车, 随之而来的是保险费, 维修费, 保养费, 车位费等等。 再比如说, 你购买了房子自己住, 要负担银行的贷款, 物业管理费等等。 买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你要不断地花钱, 所以它们都是负债。 说的再具体一些, 资产呢, 就是那些你不在场, 它自己就能产生收益的东西。 比如说, 股票, 基金, 债券, 或者是可以产生收入的不动产, 专利权, 还有著作权。 而负债呢, 就是那些需要你为之花钱的东西。 比如说, 衣食住行, 教育, 旅游, 社交贷款, 甚至税务, 手续费。 那中产阶级最大的财务问题是, 错把负债当资产。 它们将收入投入到那些看样子像是资产, 其实呢, 是负债的东西身上, 比如说, 按揭房产, 私家车。 它们购买了这些看似资产的负债, 非但没有产生任何的收益, 还让这些东西一直大把大把地花着自己口袋里的钱, 而它们却一点也没有察觉。 比如说, 一对年轻的中产夫妻, 贷款满了一套大房子, 贷款满了豪车, 它们可能觉得自己拥有了两分不错的资产, 自我感觉良好, 接下来呢, 可以放心消费了。 可是殊不知啊, 房子和车子都不算什么资产, 一来要还贷款, 二来呢, 装修费、物业费、 房子维修费、 车的保险费、 维护费等等等等, 都是一大笔长期的支出。 如果它们再肆意地消费, 这些支出很可能让它们的财务状况惨不忍睹。 而有些富人呢, 可能不清楚资产和负债的具体定义, 但是它们往往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它们知道, 资产是能够钱生钱的东西, 购买资产产生收益, 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 于是, 当中产阶级买入负债的时候, 它们不断地买入真正的资产。 这里呢, 我要单独说一下房产, 你可能已经想到了, 房产升值, 也就是房子涨价, 会带来一笔正向的现金流。 许多富人呢, 都会投资房产, 获取房产升值的收益。 在这里, 房子是一项资产, 但这是有条件的哦, 你得低买, 高卖。 这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 对于只有一套按揭房的中产阶级来说, 如果你不打算出售房子, 重新做租房客, 那么房产升值最多算隐形的收益, 而房贷支出却是实实在在的。 第二呢, 房子不是永远都可以低买高卖的。 我们国家从90年代房改以来,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等等原因, 房价几乎总在涨, 所以许多人对房产的认知就是永远涨。 罗伯特呢, 也喜欢投资房产, 但是美国的房产市场经历过牛熊交替, 也就是说房价并非永远在涨, 也可以大幅下降。 所以他会不厌其烦地提醒中产阶级, 不要把一套按揭房当作资产, 那是负债。 罗伯特建议, 中产阶级有了一笔钱之后, 先做投资, 当资产带来的收益可以支付房子的付向现金流, 你在买房。 如果你对房产投资感兴趣, 我向你推荐一本书, 《逃不开的经济周期》。 房产大佬发家的秘密都在里面, 我们天天听好书节目呢, 解读过这本书。 好了, 第二堂课就说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说说, 傅爸爸的第三堂课, 抓住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罗伯特九岁那年, 傅爸爸答应教导罗伯特如何赚钱, 这让罗伯特很兴奋, 可傅爸爸紧接着给罗伯特泼了一桶冷水, 罗伯特被傅爸爸扔在便利店里面, 每小时给十美分, 几周之后呢, 罗伯特不满这样的待遇, 要求加薪, 傅爸爸又给罗伯特泼了一大桶冷水, 工资没了, 变成无常在便利店打工。 因为没有了工资, 罗伯特开始很烦躁, 傅爸爸告诉罗伯特, 其实啊, 每个人的身边都有赚钱的机会, 就看这个人能不能发现。 于是罗伯特的工作变得忙碌起来, 他在寻找那个赚钱的机会。 很快, 他发现便利店定期都会处理一批莲花花, 这些莲花花不是被扔掉, 就是被撕坏。 莲花花对于当时的小朋友来说, 那可是宝贝, 怎么能白白扔掉呢? 于是, 那间连环花月读室成立了, 每个小朋友只要花十美分, 就可以免费在阅览室里面 看两个小时的连环花。 因为罗伯特和他的朋友迈克 还要在便利店打工, 于是他们以一美元的工资 骗请了迈克的妹妹来帮忙管理阅览室。 这下好了, 就算罗伯特和迈克不在, 阅览室也能够正常营业, 他在自己赚钱。 这件阅览室让两个孩子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笔大钱。 这件事给罗伯特的触动很大, 如果傅爸爸当时毫不犹豫地同意加薪, 那么罗伯特很有可能会拿着加薪后的薪水, 心里美滋滋地继续工作, 得到了让自己满意的工资, 他还会去想怎么赚钱吗? 当然不会。 其实生活当中, 每个人身边都有赚钱的机会, 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抓住。 大多数人忙着追求更高的工资, 更好的待遇, 很少有人会动脑子去思考, 有什么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所以他们发现不了那些比拿工资更挣钱的方法, 只能继续重复努力工作, 争取加薪, 努力工作, 争取再加薪的循环。 发现机会是需要细心观察的, 你得是个有心人。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罗伯特有个朋友以七万美元买了一栋破旧不堪的房子, 他看起来像是一座鬼屋, 很多人都不赞同他买这栋房子, 觉得他是疯了, 如果是自己, 肯定不会花那么多钱买个鬼屋的。 罗伯特的朋友面对这些人的质疑和鄙视, 没有反驳, 只是微微一笑。 不久之后呢, 这位朋友卖出了房子的一部分土地, 赚得了21万元。 这结果逆转得太快, 让很多人既惊讶又好奇, 这一家伙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罗伯特这位朋友, 根据自己对市场信息的收集, 早就知道最近有几个建筑商对这一区域的土地感兴趣, 可这一区域却没有要出售的土地, 当他得知这处鬼屋连着几间空房的时候, 觉得这就是那个赚钱的机会, 既然生意买家都已经有了, 自己就来做这个卖家好了。 于是, 他毫不犹豫地拿下这个鬼屋, 然后把那几间空屋拆掉, 把空屋下面的土地卖给了其中一位建筑商。 你看, 稍微细致一点的观察, 带给罗伯特朋友的收益就可能远远多余他数年的工资。 最后呢, 我们来说说傅爸爸的第四堂课, 滚雪球。 如果你学会了不为钱工作, 懂得了分辨资产和负债, 还能够抓住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那么我相信, 现在的你一定享有资产了。 拿着资产获得的收益, 我们就可以肆意消费了吗? 那可不行, 这样啊, 只会让你刚踏入富人阶级门槛的脚, 缩回原地。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滚雪球, 也就是把获得的收益再投出去, 不断地循环, 最终目标, 你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套钱生钱的体系。 这样呢, 你也可以像傅爸爸一样, 躺在自家花园的椅子上, 晒着太阳喝着咖啡, 而这个体系一天24小时, 不停地在为你赚钱。 比如一对小伙伴, 两个人共同赚了一大笔钱之后, 分到扬镳, 第一个人肆意地吃和玩乐, 购买奢侈品, 很快就把钱花得所剩无几了。 而第二个人呢, 他看准机会, 把这笔钱继续投资出去, 收益之后再投资出去, 很快他的身价又翻了几倍。 第一个人通过投资得到一笔收益之后, 不再做任何投资, 而是只消费。 很快, 赚来的收益全部花光, 重新变回了穷人。 而第二个人的做法完全相反, 他把收益重新投资出去, 得到的收益再继续投资出去, 逐步地搭建起钱生钱的体系, 收益也变得越来越多, 最终变成了富人。 富人为什么越来越富有呢? 那是因为他们不断地投资, 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钱生钱的体系, 让钱为他工作。 随着体系的完成, 他们的财富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如果一个人投资得到一笔小钱之后, 就不再投资, 他得到的只能是这笔小钱, 没多久, 可能又会变得一无所有。 只有不断地滚雪球, 持续追加投资, 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富人。 说到这里, 富爸爸的四堂财富课, 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这部分介绍了四种财富理念。 第一,不为钱工作。 工作的深层价值是获得能力, 人脉和资源。 第二,买入真正的资产, 不要把负债当作资产。 第三,细致观察, 发现机会。 第四,滚雪球, 不断追加投资。 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 理念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成为富人。 罗伯特本人也正是从这些理念开始, 踏上了财富自由之路。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再为你做一些延伸的解读。 随着你的资产增加, 你的投资范围会变得越来越广, 也许还会和别人合作做生意。 这个时候呢, 罗伯特要再给你一点建议, 你需要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好的合作伙伴可以让你的事业更进一步, 而坏的合作伙伴则会拉着你一起跳进深渊。 罗伯特曾经和两位朋友合伙做尼龙钱包的生意, 这两个搭档一个懦弱, 一个不诚实。 富爸爸认为这样的合作伙伴很危险, 他们很可能会在某一天欺骗罗伯特。 不久呢, 富爸爸的话不幸言重了, 这两个人确实不是好搭档, 当公司遇到财务危机的时候, 他们卷了公司所有的钱, 溜至大吉了。 那么合作做生意, 怎么才能选出好的合作伙伴呢? 好的合作伙伴首先必须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当然他还得具备一些技能和才干。 最理想的合作关系是, 搭档彼此之间具备互补的技能、才干和经验。 比如, 一位搭档擅长外交, 另一位则擅长经营。 再比如, 有的人喜欢从大局着手, 而他的搭档却习惯关注细节。 罗伯特在2003年的时候, 跟人合作了一档电视节目《飞黄腾达》。 这是罗伯特第一次接触电视行业, 他的合作伙伴马克, 却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电视传媒人。 马克并没有因此而轻视罗伯特, 他会认真地聆听罗伯特的建议, 并回答他的疑问。 他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严格要求质量, 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才会跟罗伯特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档电视节目播出之后, 反响很棒, 非常成功。 你看, 对于罗伯特这个电视界菜鸟来说, 遇到马克这样有丰富实战经验, 人品又好的合作伙伴, 是件幸运的事情, 让罗伯特少走很多弯路, 让他在电视这个领域很快成长起来, 成功就变得容易了很多。 其实啊, 合作关系很像婚姻, 如果找对了伴侣, 你可能幸福一生, 否则等待你的将是永无止境的争吵和伤害。